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善财童子是我们中国佛教 那乃至是佛教很流行的 那么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位年轻人 在他的名字里面称作童子 所以一般我们有画像都把它画成一位小孩子 那圆圆胖胖的 非常的可爱 那尤其我们在中国佛教 在观世音菩萨旁边就有两位童子 一位是善财童子 一位是龙女 那一般我们坊间有时候又称为金童玉女 那实际上在佛教里面是善财童子跟龙女 那这两位都是以小孩子的身份 而正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么在《法八经》里面 那么就是龙女 那她是以八岁的女孩子 那么就正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 她可以及时转换 就是由女生而转成男生 那她就是在佛说法法经的时候 作为一个代表我们这个世界 就是能够很快速地正到佛的境界 那这个部分都是因为她是术士的这种善根 那善财童子是在《华严经》里面 那《华严经》在最后的一品 叫做《陆法戒品》 那全部都是由善财童子 她由文殊菩萨的指导 那么因为善财童子发菩提心 想要学这个菩萨行 然后要能够正菩萨道 那所以文殊菩萨就指导她去参 就是这个第一位的德云菩萨 然后就每一位菩萨又在指导她 再去参另外一位菩萨 那总共就五十三 那在我们中国佛教 这个善财童子的五十三餐的故事 可以说是大家都好像非常的熟悉 可是实际的内容 也许就不是那么了解 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 尤其我们这个出家人穿的这个长衫 我们这边有一块就是车了一些的这种 这个针的那种针线 那这一块实际上一般就是代表五十三餐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的禅宗 就是特别的强调 我们要修学佛法 要广为参学 就是要向善知识学习 那么尤其是过来人 那么有修正的 那么可以作为我们学佛的这种指导的 那我们都应该广为修学这样子 那我们要介绍善财童子 那我们当然一方面是大家比较熟悉 可是在华严经里面 最后以善财童子的五十三餐 就是入法戒品的内容 那在华严经可以说是我们佛经里面 大乘的经典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那么它就是最后的这个汉译本 就是有八十卷 那我们知道这个佛经在中国翻译的经典里面 我们都会称说几卷几卷 那那个是表示它的这种经文的内容有多少 通常我们说一卷 那就是比较短的 因为以前的这个佛经 就是用这个 一般我们说这个书法要用的这个宣纸 那每一个朝代都是有固定的这种尺寸 那所以说写完一张宣纸 卷起来就叫一卷 所以这个一卷 我们就大略可以知道说 它就是一张纸能够抄得下 它就是说一张纸有几行 然后一行里面要几个字 都有这个固定的 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朝代 都有这样的固定的 那八十卷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的内容 像我们上一次有介绍《波洛经》 然后以这个长提菩萨为例子 就是当作摩霍波洛波洛蜜经里面 要求波洛型的一个菩萨型的典范 那这部《波洛经》 如果说是全部的经典来说的话 就有一百卷 那已经是相当大的布头 那《华严经》有八十部 那也是不少 那在《华严经》的八十卷里面 散财同志五十三餐的这个部分 就占了有四分之一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部分 是在《华严经》里面 是最后的部分 那又分量也这么丰富 所以显然它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在我们大乘的经典里面 在中国佛教如果依天台宗来说 就是以法华经为天台宗的宗古 那可是在天台宗也是把华严经 就是列为顿教 就是顿 就是讲佛的境界的 所以我们说不读华严 不知佛的庄严 不知佛的富贵 那因为《华严经》呢 就是讲的是法界的 这种重重无尽的这样的一个 庄严的一个世界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修学者 就是能够发菩提心 然后来行菩萨道 那主要的这边的部分 我想我们把这个《华严经》的部分 就是稍微这样子介绍而已 那因为在我们中国佛教的 《华严经》的翻译 基本上就是有三个版本 那一个版本是四十卷 就是分量比较少 那四十卷里面 也是以三才童子 那么入法界品为主 然后又有六十卷 还有一个八十卷 那我们现在用的 就是八十卷的内容 那在八十卷的《华严经》呢 就是唐代的十叉南陀 他是榆田人 榆田是在印度到中国的这个路线 我们以前说是思路 或者是经过中亚细亚这一带 那么是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的一个商业必经的地方 那么榆田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那么我们中国有很多的经典 也都是从余田那边传过来的 那很多的这个《华严经》的法师呢 也都是从余田国来的 所以这一部呢 就是十叉南陀 他是余田人海 那十叉南陀呢 他翻译的经典 还有我们广为读诵流传的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十叉南陀法师所翻译的 那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十参参 我们了解到他的背景呢 就是在《华严经》这样的一个 层层无尽的这种法界的这种 这种庄严的这种内容里面 那么最后呢就是以这个文殊菩萨教导善财童子 那么他去参每一位菩萨 然后最后呢 就是他能够进入普贤菩萨的这种恨愿 大愿 那因为要有普贤菩萨的这种行愿 才能够真正入法界 这样就是这个是华严的这种庄严 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华严经》呢 那么从善财童子的五十参参入法界品之后呢 那么就有这个普贤菩萨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普贤菩萨行愿品 是这样在最后面 那在五十三参里面 那么从树木我们就知道 善财童子他就参了五十三位 那在这个五十三位里面呢 就有的呢就是比丘 那有的呢就是菩萨 那尤其里面呢就是有文殊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最后的普贤菩萨 那实际上呢这个里面还有很多 优菩萨 优菩萨啊 天神啊 那也有的是这个船夫 或者是王后 那这些呢 虽然他们是好像在家的居士的身份 可是他们都挣到这个相当高的境界 那我们就是开始来介绍 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呢 把他的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就这个经文里面 就是开始谈到善财童子的时候呢 就是在大方广佛华元经的第六十二卷 入法界品第十三的第三 那是华元经的第三十九品里面 的第三份里面 那么当时呢就是因为佛呢 他跟这个在座的诸大菩萨 那么当时呢就有差不多五百位的大菩萨 那么说法 那么以这个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为上手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是在佛教的佛菩萨的画像里面 我们都把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呢 三位就称作华元三圣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在这个入法界品的时候呢 那主要的也就是因为 在佛说法的时候 那么以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为上手的 这么多的菩萨里面 那么文殊菩萨呢 他听完了佛说法 然后他就自己呢就是往南方而走 在华元经里面的入法界品 尤其就是善才童子五十三三的时候呢 一直都提到往南方走 这个部分呢就蛮奇妙的 因为在莫莫菩萨菩萨里面的 常提菩萨啊 他是往东走 那在这个善才童子呢 他都是往南走 那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 文殊菩萨呢 他也是啊 就是说他因为是在 释迦牟尼佛说法里面的上手的菩萨啦 所以呢 他也站在辅导佛说法教化的 这样的一个辅助的地位呢 他本来就是啊 也劝这个诸位比丘呢 就是应该要发菩提心 那在大乘里面呢 就是发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学佛呢 就是要真正去了解佛的最高 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 就是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啦 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发这样的心的时候呢 那就是把这种究竟的目标呢 当作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佛呢 在做跟大众说法以后呢 文殊佛他就劝这个在座的朱比丘啊 出家众呢 就是也要发阿尼套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他这样子劝导之后呢 他就往南方到了一个城啊 叫做福城 就是有福气的城这个名称啊 叫福城 到了这个福城的东边啊 那么他呢 就在这个福城里面啊 就有一个庄严床 沙罗林 在这个里面呢 他这个是因为这个过去的诸佛呢 他就曾经也在这个地方呢 教化这个大众 所以呢 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啦 那也是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的时候修菩萨行 他过去是修菩萨行的时候呢 他有无量的舍身 舍身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称作普文无量佛刹 所以这个 这个灵啊 他本来叫庄严床沙罗林 那因为有诸佛呢 过去诸佛在这里教导过 那释迦牟尼佛过去是也在这里舍身 修菩萨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又称作无量的佛刹 那么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啊 所以经常啊就有天龙夜叉前他婆 阿修罗加罗罗锦纳罗 摩托罗茄人非人等 就是天龙八部啊 所供养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要谈的善才童子啊 这位主角的 所住的地方 所以紧接着呢 在经文里面就介绍说 文殊菩萨他才到了这个浮城的东边而已啊 那么浮城的人啊 这个城里面的人呢 他们听闻的文殊菩萨啊 他在这个庄严床沙罗林中 这个大塔庙处 就是这个佛啊 他过去的佛呢 教导的这个地方啊 那结果呢 就有很多的人啊 就聚集到这个地方 就到这个浮城啊 他们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幽婆舍 那也有很多的幽婆仪 就是在家的男众跟女众 那还有呢 就是有童子跟童女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表示说这个城里面啊 大部分都是在家人 那在家的这些 学佛的居士啊 那表示这个城里面呢 可以说是 都是学佛的很多啦 所以幽婆舍 幽婆仪 童子 童女这样子 他们几乎呢 各五百个人呢 就差不多两千多个人啊 两千个人以上呢 他们就聚集到这个城里呢 来顶礼文殊菩萨 然后又绕山楂呢 退座一面 他们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来听闻文殊菩萨说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表示说 文殊菩萨 他到了浮城附近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说 文殊菩萨要来这个城里呢 那当然是要向这个城里面的人呢 来说法这样子 所以文殊菩萨呢 他知道了这个 这个浮城的人呢 就大部分都聚集 来到他的地方了 所以呢 文殊菩萨呢 他就随心乐陷自在身 就是他有这种变化啦 就是他有这种变化啦 那么他是微光 赫益必诸大众 就是以自在大直令比清凉 就是让在座的这些大众啊 就是看到 看到这文殊菩萨的这种自在神通 放大光明 然后呢 也让他们都能够啊 得到清凉 那这个清凉应该不只是身体 而是身心清凉 就是觉得心里呢 都非常的轻松愉快 然后呢 他就以自在大悲起说法心 那跟大众的这一些 聚集的这些城里面的 朱佑伯社佑伯仪啊 同子 同男同女呢 就跟他们说法 那说法呢 主要的就是以自在自会呢 知其心乐 就是让听众呢 都能够心得快乐 就是能够去除朱种的烦恼 而得安乐 这样 所以呢 以广大变才将会说法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说法 就是以这样子的这种自在神呢 就是让在众的大众呢 就已经得到快乐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经文里面 一开始要来介绍善才童子 那这个地方呢 是文殊菩萨 他就观察善才以何因缘而有起名 就是说 文殊菩萨呢 他就要观察一下 为什么善才童子呢 他以善才为名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善才童子 为什么叫做善才 他的名字的来由 那这个地方呢 像都是以善才童子 好像就是觉得说 这个人很有钱啊 他很愿意布施啊 我们说啊 这善才来了 善才来了 我们就想说啊 这个好像来善才一样 其实他的善呢 是因为他出生的 之前他入胎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啊 一开始怀他的时候呢 他们父母亲的家里啊 就自然而献出一座的七宝的楼阁 就是七宝塔啦 那七宝塔呢 这个七宝塔 每一层呢 都有这个符帐 就有七宝的符帐 与其 就是 从怎么样呢 这个七宝的楼阁呢 就是从地 就是自开裂开 而涌出来的 所以这个七宝的楼阁下 有七符帐 就是说 这个七宝的楼阁 等于是一个楼层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楼层的下面呢 就有七种的符帐 那这个符帐呢 就是从地而自然 裂开涌出来 就生出这个七宝的芽 就是等于是说 从地里面呢 就开始长出来 长什么呢 金银 琉璃 玻璃 珍珠 车取 玛瑙 这七宝 就从地自然就这样子长出来 那在这个七宝楼阁之下 这是他一入胎的时候 他们家里就有这些宝藏出来 那他怀胎 他母亲怀胎他十个月 那么就生出来以后 他的形体之分端正具足 就是他的身体呢 就是长得非常的 就是端正 就等于是说 头啦 手啦 身躯啦 脚啦 整个的枝干呢 都非常的 就是端正具足 就是圆满相 那其七大帐 中广高下各满七轴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七宝的楼阁的下面的七大宝藏 结果呢 就已经长到 好像有这个各满七轴 好像我们一个手臂这样子 七个手臂这样子高啦 从地涌出光明照耀 这些七宝又放出这个光彩 然后呢 另外的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是说他一入胎 这些七宝就开始裂开来了 然后等到他十个月诞生出来的时候 这些七宝就长到很高了 有七个手肘一样的高 这些等于是一直一直累积起来 一直这个成长 这些七宝都壮大 然后呢 就是新的 就是他诞生了以后呢 除了这个七宝以外 他们家里 就是他父母家里呢 自然就有五百的这个宝器 这个宝器就是可以装东西的 那这个装东西的呢 这个器皿呢 又是很尊贵的 就是种种的租物 租物自然隐满 就是充满了各种的这些珠宝啦 那怎么样呢 那就是举例 举例说像金刚器 金刚器 金刚器呢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个宝器啊 就是好像是这个钻石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经典称作金刚啊 它的意思就是钻石的意思 鑽鸠啊 金刚就是因为金刚是 是能够这个破 能破能断 就是说因为 我们一般了解这个钻石是 密度很高啊 所以硬度 很高很硬 所以它可以割玻璃啊 还可以割很硬的东西 所以称作金刚 金刚器中成一切香 所以用钻石一样的这种器皿呢 来承载一切的香 那这些香一定是特别的 这些沾檀香啦 还有呢 于香气中成种种的衣 那有的器皿呢 它是装种种的衣服 然后呢 有美玉器中 就是这个玉的器里面的 盛满种种的上位饮食 这是装种种的饮食 然后模拟器中 模拟呢 我们也就是说是 像这个透明珠一样 模拟 模拟就是宝珠的意思 所以它也是透明的 那可能是水晶吧 可能有点是像水晶的这个材质吧 那这个模拟器中呢 就盛满了种种的书役珍宝 有各种的珍宝 像是宝石啦 这一些我们世间比较少看到的 这些珍珠之类的 然后呢 精气成瘾 还有这些珍珠